北京时间2023年11月17号早上9点钟还不到 所以这个新华富士A50也还没开盘 那就是什么呢 今天A股市场表现怎么样 会跌成什么样张不得知 这就是昨天16号的时候 马云他的家族突然间抛售了超过8亿美金的 这个股阿里巴巴的股价股份 那么习先生现在还在美国呢 你正在美国的这个市场公开这么抛售 在阿里巴巴跌了超过9% 这样的千亿美金级别的大公司 数千亿 小数千亿 现在A股不是A股 咱们中国互联网头牌交易已经一手了 不是腾讯了 阿里腾讯包括百度 BAT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 现在什么呢 已经过了像拼多多这些时间都过去 现在头发交易是抖音 那这我看到中文世界有的人说 这是给咱们中国上演药水 资本市场 其实有暗指的习先生现在能在美国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故意给这个太平洋横跳指 带个头 这就是我们说的 马云先生虽然算不上我们前面说的屌毛党 拿着国家的利益出卖国家 这个是非常恶劣的 马云先生不管怎么样 这是对中国是有贡献的 在中美之间横跳 那是他的本事 对吧 那这些以前叫别人爸爸 现在不叫别人爸爸 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情 咱们也少做 但是呢 咱们实话实说 应该说马云的时代过去了 阿里巴巴他变成一个大兵棍 也是一个事实情况 过去半年多的时间 这金英城受到很大的这个晃动 跟这个美国丢出很多消息是有关系的 比如我们一直在说 火箭军的高层被丢出来 那中国没办法把这个军事联系给切断了 那这对于我们很多人把钱转移出去 是有共整效应的 是有促进作用的 那马云先生有没有促进作用呢 可能有 我想他不会说政治上那么白痴吧 做到这个级别的一个行业的领袖 做到这个级别都不至于 何况是商界 商界跟政界 我们说政商不分家 对吧 这个政商都是全球最世俗化的 这么一个职业 所以说就是故意要这么整 那么这就是说后续的影响 我想可能还是会冲击 比如说房价 那就说我们第二小部分 过去三个月的时间 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全国的房价应该跌了10% 平均估计是这样子 就我了解的话 像我比较熟悉的几个省份 那么都出现了下跌 比如说浙江 比如说上海 比如说福建 比如说湖北 比如说深圳 过去三个月 我熟悉的这几个地方都跌了蛮多 包括北京 接下来就是说会不会再加速 我们之前在做预判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还是不得不吹一下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可能新看我节目的朋友不知道 这我早就唱空了 健身游泳考虑一下 健身游泳考虑一下 健身小伙子小姑娘 健身游泳考虑一下 健身游泳考虑一下 短视频当时一直没放出来 因为我穿了那个衣服 不是穿的衣服差 就是那个姿势 就蹲在那里 那个感觉像个要饭的 我就一直没放出来 你知道吗 就是拍的其他的脚本 我就放了 但是这个脚本是我最近 上面一个短片 我放了一下 这个短片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拍摄的姿势不好看 那就是2021年 这个说房价要跌 那么现在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也说 北上房价可能要跌20% 快速的 三个月左右 其实我预测了几次 包括去年七八月份 也说过 但真正下跌 还是最近这几个月 可能跌的会狠一些 那去年可能要加上 伦币的这个下跌 才能有一个20% 那这一次呢 可以说最近这几个月是 确实是越来越逼近这个数字 而去年可能还有一个 就是他之前 没有放盘 改为放盘 对吧 从涨价改为跌价 这个势头削过来 那么现在是扎扎实实的 这个数字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要看 有没有像马云 这一重新的一波 因为再从军方从这个体制内的这个金银层 来晃动中国的这个信心影响肯定是不合适 但是马云先生他们这背后又是另外一班人 对吧 他持有的可能有双冲国际之类的了 至少是比如公司是在开盘群岛注册的了 那这公司的背景往往是美资日资合资的比较多了 对吧 那这里是一大班 比如像美帝 美帝老板好像长年就居住在美国吧 对吧 你像这个 他的这个竞争对手董明珠 最近说跟这个口航明珠进退自如 有这方面的这个花边消息 那很多行业最关键的领袖 其实现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但是马云先生可能会不会带这个队 这是决定未来房价多快速度下跌 是阴跌还是暴跌 跌都是要跌的 我这么说 大家可能有些朋友还记得 两年多前的时候 我还拍了一段很多吃腰子的视频 羊腰子 包括这个我还试了找其他的腰子 但是不好找 我就找了一个羊腰子 我以前不吃这玩意 就是拍视频 我问大家腰好不好 那我说这个迟早是要腰掌了 而且是反复腰掌 那这个就要看节奏了 就是如果说美国的加息是正儿八经的 希望引发这个资产下跌 我们看现在还没有 对吧 美股哪怕是德法的都没跌 日本跌的也不明显 对吧 就韩国跌的比较多 那如果是那样跌的话 就是硬跌 就说大家一起跌 反而是硬跌 那如果说是希望马云这边 这边包括说还有更多 因为马云先生可能他不屑于这么做 但有一些人可能是被美国收买的程度会比较深一点之类的 那么可能还会附带畅空 那就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 当然这个下跌除了美国的因素之外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个证据 不看政商关系的话 很多人应该注意到我们国内的食品价格其实跌了很多 半年前我们就说这牛肉价格跌的有点异乎寻常 包括猪肉也跌了蛮多 但是有一些反弹前一段时间 但反弹之后现在继续是下跌 我们看到包括像大白菜啊 像大闸蟹啊 像很多的这个蔬菜水果都出现了一个较大面积的下跌 甚至我们看到的就是石油的价格也在下跌 那很明显呢 我想美国并不想在此时此刻触犯中东 油价下跌很明显是间接的告诉全球的这个精英阶层 我们暂时不会回到这个中东 那石油价格都跌的话 包括说中国的这个粮食 过去一年多有说长江有水 水减少 来水减少这方面 现在都缓解了 就没有人去吹气候异常啊什么 突然间消停很多 那这样子我们看来的话 紧说是仍然会继续下去的 包括我们还要看官方的数据 中国的这个CPI PPI 在上个月仍然是回到了这个零以下 变成了负数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CPI没有办法转正的情况 我们就看到资产价格肯定是往下跌 只不过说有没有马云这一波脉冲 可能很多人想知道这一点 那么多少有一点 那接下来就看怎么发展 我们还是补一些其他的数据 比如说阿里跌了之后 我们看到其他的中概股也跌了很多 比如说哔哩哔哩跌了超过7% 还比如说汽车的这个三剑客 魏小李他们下跌也幅度较大 小鹏跌了6%点多 那么未来跌了6%点多 理想也跌超4% 这都是在美国上市的嘛 那其他的我就不找了 那中概股确实是蛮惨 当然我们聊这么多 可能很多跟我们普通人关系 不是那么大 你说这种大几百万三千万的 这种资产来回倒腾 才有意义价值吗 普通人的话 没有这么多这个精力跟这个钱 是吧 就算去了国外的话 那怎么生活呢 那么但是关心实证 这个才是本身的一个价值 比如我们一直说 对普通人来说 现在资产是收缩了一些 但是我们的时间更多了 这可要好好利用 好好学习 因为马云他们这些人 你这相当于是说 把这个阿里的股票一卖 那么钱估计是不会回中国了 那么就在美国开心掉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太平洋横跳者 你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再来回来跳了 你干脆你要么在美国 要么待中国 这个时候我们说 一刀两断的时候来了 一刀两断的时候 那么新的横跳者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像张一鸣这种 那你不知道 他到底是在新加坡 还是在北京 那未来会怎么样 还是说就只在中国 发展 那这也是一个方向 那么这就是 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 乃至于自己的孩子 乃至于自己下半生 还要做事业 那么这都是一个指导方向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重要 虽然说我们可能也没有必要 不一定有这种移民的这种需求 或者说这种横跳的能力 这里我有点不理解 其实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利用好自己的时间 这是很可悲的 就时间非要奉献出去 非要听资本家听权利怎么说怎么做 就喜欢找个家长 要是没能管 身上皮痒痒 没能抽两下好像很难受 这也没必要 所以我觉得独立自主的思考 是未来创造财富的一个关键 因为最基本的劳动基本上面 机器能够替代了 只有思考才略微有那么一点点价值 如果思考都没有的话 这个人基本上就只像动物一样 像这个人工智能都做了大多数事情 就更不用说厂机挖机这些 早就做完更多事情了 所以不想做猪一样的 那么就只能自己把控时间 这咱们说的好听年 那么不仅仅是说现在避免被收割 而是说未来三五十年都能够为社会创造点财富 是这个方向 好了 这个短片我们大概聊这么多 这段时间突然间开始更新 就更新的多一点 听到这里朋友可能有的想跟我联系 我评论区也关了 那么等流量起来了之后我再开 有的朋友想跟我联系的 那么我有一个付费的咨询的群 价格现在这不是通缩 价格很便宜 有兴趣的可以跟我联系 当然我也不是有什么惊天阴谋 说是咨询 其实也就是聊聊天 大家彼此沟通一下这个信息 好 那这个短片我们就聊到这里